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在家任我煮 明天就是圣诞节了 今天我都照常烤一只小小的火鸡 通常我会烤一些3.5kg 左右的火鸡 因为时间不需要太久 我会用一些简单的叶料 例如一茶匙的盐 一茶匙的黑白胡椒 还有半个洋葱 还有4汤匙的seasoning mix 你用哪一只味道都可以 我就比较喜欢用这只Montreau Steak 明天我淋焗之前都会加少少的Rosemary 我不喜欢太强的味道 所以我今天不会放下去煮 另外在肚子里面 明天我们都会放些姜炒饭 拆开了袋子之后 沖一沖水 吸干水分 拿走肚子里面的火鸡颈和内藏 吸干水分 因为你越吸干 那些味道就会醃得好些 又不用出那么多血水 OK 另外我会放三分一的叶料 入肚子里面 黑白胡椒都放进去 加上半个洋葱 明天再加些姜炒饭 火鸡的胶圈 我们今天就不拆住 明天釀完之后 封肚子的时候 才会拆那个胶圈 那现在就将其他三分二的叶料 搓匀那只火鸡的外面 例如鸡腿 鸡腿 鸡翼 都搓匀 那就会醃得好些 那现在呢 我就到处铺满保鲜纸 原因呢 就是因为包回去的时候 就很细腻了 醃一晚就搞定 那明天烤的时候呢 我大约会烤四个小时 头三个小时呢 我就会用350度 最后一小时 我就会用400度 那很可能烤三小时45分 已经可以了 视乎那只鸡颜色 还有是不是全熟 最好用温度计呢 查一查 祝你们圣诞快乐 可以看看我另一条 姜炒饭的火鸡片 下次见